Hello 大家好 我是Dirk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些新股 就是這隻雍和醫療集團2279 招呼期開始一到兩天 見過招呼反應也挺好 想跟大家去跟進一下 先簡單多讀招呼資料 股份代號2279行業 就是一種醫美行業 其實是在大陸代理史雲信的直發公司 史雲信其實香港也有代理 找鄭丹瑞去做代言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招呼期由1號到6號 招呼價會特別少少 今次不要上下限定價 一格15.8元 一手營購費8000元少 最高雜資價不算太多 15億左右 花行量9400萬股 上市日回到13號 相隔7日和招呼期支持日 不算長不算短 寶箭人找摩根史丹尼和中金來做 穩定格格人就找摩根史丹尼來做 摩根史丹尼之前做穩定格格人 其實表現都不差 如果想罵底可以留意一下 庸和醫療都是用一般的回撥制度 公開營購那邊 今次反應都不錯 相對其他股來講 銀行那邊也開了孖展 現在那邊券商的超過營購倍數 大概60多倍 預期最終營購倍數 大概160倍 我粗略這樣計 過了100倍 會觸發到最後這一格的回撥 所以公開罰售那邊最後會拿貨50%的預期 還有這裡如果你可以抽月組 我大概計算會中25手左右 大概20萬貨 自己衡量方風險決定他們抽不抽 機石方面陣容真的很厲害 有些NCC 青磁資本 LAV 長春藤 這些都是很常見的醫療保健的明星基金 加上持倉過了一半 但其實實際應購金額不是很多 其實NCC就應購980萬股 多一點 成為15.8萬 即支戶價其實都是應購1億5千萬 其他的更加少 可能7千多萬 3千4千萬 其實對於這些基金 這個數字是稅銀 不是一個很重注的行動 有機會可能承銷商 保證人那邊找到他們 幫忙站一站牆去穩住股價 那這邊內幕的消息就真的不知道那麼多 還有最終機石持倉那邊 相信不會拿到五成那麼多 因為剛剛也說到公開發售那邊 就會拿到五成 因為觸發到回撥 另外國際配售應該都會分到5%的股票給他們 所以最終我猜機石持倉那邊會調整到45% 所以就沒有五成實際那麼多 那財務保證那邊 其實都是一些典型收入高增長的保證 每年幾十%的收入增長感 其實上德市都齊了兩條數給你看 這些正在增長的企業 主要上市IPO都是賣的一個遠景 就薄它翌日可以擴張得很厲害 好像那些海底露啊 九毛九這些概念 就是那些分點開到周圍都是這樣 那對於這些增長型股票 其實你說它的股值便宜還是貴 都是全靠這個信念 怎麼看的 那它經常配PE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夢是可以完成到的 那當然便宜 那你覺得吹碎的那當然便宜 其實很難說它值不值這個價 最重要是看一個機構 信不信這間公司的發展 再去買不買入這隻股票 其實看到坊間很多線稿 都會說這隻股票是第一直發股 就在炒第一股的概念 我之前去年的POPO MART 那就是半年前的時代天使 都是炒第一股的概念 駁一些基金 上市之後迫著它買入 就炒高的股價去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第一股這個概念 真的值得去商榷 那如果你當它是一隻直發股 那它是第一股 就是第一隻在香港上市的直發股 以我所知 但是如果你當是一隻醫美股 它就不是第一股 那其實 香港就很多這些醫療股 都上市 就是上面這隻 就是時代天使 做AQ 其實已經是一隻醫美股 所以基金的配置 就不是說需求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高 如果你當它是醫美股來看 另外看市場份量也不是很高 其實看它的市佔 其實它自己的份資股書 我寫的 10.5% 那對比上面這兩隻 之前炒得很高的第一股 就普普馬特 其實市場也很新穎的 一隻股票來買公仔 那時代天使 那市佔率其實很高 其實佔5乘3乘4乘 最後說一說答應救策略 如果你是白